在马街医院淡水分院担任义工的叶宝梅女士 捐赠了一台全新的接驳专车 要提供给医院接驳使用 院方也为此举办了捐赠仪式 马街医院淡水分院在淡水竹围捷运站的附近 但是距离捷运还是有一段路程 因此马街医院先前就有设置接驳车 但是这一辆接驳车使用超过五年的时间 因为使用频率高 损耗速度快 因此需要面临态患 而在医院担任义工的叶宝梅女士 就捐赠了一辆全新的接驳车 要给医院接驳使用 院方更为此举办了捐赠仪式 那么感谢宝梅姐 还有我们同工的一些帮忙 那么对于这个车子 真的是从八点到下午点 几乎就是不停的这样一直的跑 就有病人看完病 我们就送他过去捷运站做 那有捷运站有病人要过来 那这个捷运当然带有很多方便 但是对于就要到马街来就医这个事情 多了这个车子真的是帮助很多了 其实我从小孩子小的时候 就在学校当导户妈妈 也是指飞交通的 所以有赶这样子的一路走来 然后到自己生病带马街经过的刘副院长 然后他是不时医病他还医心 然后所以让自己就觉得 我也可以出来当义工 所以就这样子一直走 一直这样走来的话 就全新投入的当义工的行列 捐赠仁叶宝梅女婿说 自己过去就时常投入社会公益 担任导户妈妈 在生病时也受到马街医院的照顾 因此全新投入在医院做志工与义工 一坐就是四千多个小时 而院长说叶女士对于医院付出非常多 过去接驳专车也是他捐赠 而这一次更买了一部八十多万元的 全新接驳车 让院方相当感谢 其实我看到另外一点就是包括长照的部分 长照的部分 这些老人家需要的部分 也可以来坐这个车子来到马街医院 所以代表淡水区表达感谢的意识 可以让大家也可以感受到 保美姐的爱会穿梭到淡水的大街小巷 然后也更方便来就医 那这部分可以感受到他的爱心 那也可以感受到马街的用心 而在捐赠仪式的现场 淡水区长屋中仁也要现场参与 并且肯定业女士对于社会公益的付出 也表示接驳车都是许多长者在使用 也让长照服务更加完善 而这接驳车都是来往医院与 租围捷运站之间 虽然短短的路程15分钟一班 但是也让行动不变的民众 或者是长辈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记者许端一在全三方报道 谢谢大家